小提琴 小提琴在前面 聽到吹管 在那些位置 定音鼓 小提琴 我見過最貴的七位數字 當中的七位數字 也不是一二百萬 都滿足不了我 聽音的方向 或者大家的感覺 不一致 你不可以說那些不漂亮的 是不適合我聽 人稱非韻魚的余師傅 在音響行業四十幾年 在香港 玩音響的人多 但講到對音質的追求 高度要自己弄音響 他應該是第一個 有很多不同的器材 有性格 跟別人一樣 柔和 比較剛烈 我性格的器材 是高分析力 有感情 很真實 自從幫過香港交響樂團 去工作 我從很近距離 接觸到一些不同的樂器 不同的樂器 給我的聽感 發覺 好像高全真道的 Hifi音響 是應該要這樣 聽到有一個很清楚的場面 整個樂隊可以還原在你眼前 雖然我這裡都有這麼多喇叭 有九成以上都是我自己弄的 今生無悔已經是我的 心目中最好的音響 完美 整個系統都是你自己研發的 無論它裡面的分音器 雙體的排位 甚至乎那個反射孔 要怎樣去研究設計 用了兩年時間 我的信徒會這樣形容我的器材 他說你的器材真的 性價比超高 事實上是十倍價錢以外 都未必做到那個效果 很奇怪 我從小到大 很自然就喜歡了音樂 其實純粹是聽的 覺得很優美 我特別喜歡碧桿音樂 老套一點 在粵語場片 你看到曹達華、雨塑秋 為什麼下山的時候 音樂這麼棒 我看電影的確 喜歡聽歌或音樂 多於對拍的 很多時候 有些人問我那部電影 說什麼 我答不出 其實我專注在音樂上 近期看《鐵金剛》 我也是 我其實不知道要說什麼 我覺得音樂很緊張 或者節奏也很好 這樣說 以前我看電視 我都要用音響來聽 其實我看新聞 都是用音響來聽 我爸爸不是用鬧鐘 叫我起床 但他會用一些其他音樂 叫我起床 像經典音樂 一天不同的 有人唱的歌 因為那些特別吵 特別起得快 他曾經在幾年前 要求我幫他做一套膽機 他跟同學說 他說不要聽MP3 音質很差 我喜歡聽一些吵的歌 當你沒有那種 轟轟聲 轟轟你的耳 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好像 很不到喉 到喉不到肺 大聲不一定好聽 大聲也要說 他細緻到 他的穿透力 他是為音響而發燒 他每天都做音響 但是我爸爸追求的 不是那種科技 人家可以說 藍牙 我爸爸正在玩黑膠 這是兩個層次的東西 我睡覺都是想著音響 那時候想通了 我現在的團火都很大 其實我到這一刻 每天都在研究 希望更多人去接受到我的音響 還有我有一個願望 理性是我希望 帶出一些音響給其他人 其他人去能夠接受 他都知道原來我要追求的音響 是這些才是音響